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所以圣贤教育真的了不得呀 你看这是拿监狱做一个实验 超越时间和空间 不要不相信 你看这个人 他是台湾人 到大陆来做生意 犯了罪了抓起来 抓进来的头天 他想自杀 他觉得冤枉 第二天就看这个光牌 受这个教育 看了一个月 人想明白 也不想出去报复了 也不想再危害社会了 观念完全转变了 受西方教育长大的一个台湾人 照样变成好人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是觉得中国文化传统 只是仅止于这几个字 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以前小时候 我是在国外念书 也没接触过这一类 在哪国 我那时候在美国 然后没接触过这一类 然后是来这边以后 因为可能这边领导也蛮关心的 刚开始上这个 有些不懂嘛 有时候会请教领导 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他会解释 然后慢慢觉得 发掘传统文化 确实丢的感觉 可能目前是在聪明跟智慧的 这两个区别出来 我觉得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 传统文化是智慧 对 你自己觉得聪明和智慧区别是什么 聪明 比如说聪明 不愿吃亏应该是聪明 然后愿意吃亏就是智慧 或者说拿得起 是聪明 放得下才是智慧 这是我最大的感动 这是你学传统化之后的感受 听说你一开始学的时候 挺反感挺抵触这些 不相信什么 传统文化就是刚刚讲的 仅值于字面的概念而已 你说要去把一个人改造 变成怎样 因为一般我学的西方教育来讲 他是比较注重于实际 那实际的话可能是以 以周遭的生活开始 他是认为可能比较功利那一方面 那中国文化他讲的是 我的感觉啦 这一段时间学习下来 是觉得他是内敛 内心 对 他是比较内敛 那慢慢你会觉得 其实就像比如说我进来这边两个月 以前我一直坚持就是说要跟对方打官司 那到现在我觉得我不想打官司的 因为有时候真的放得下就可以了啦 之前就是一直执着于放不下 一直在争 那去了以后我就觉得还是放下以后 或许你可以得到分头 如果说没有学传统文化 你被判了罪 甚至定了刑要坐牢的话 你出来之后什么打算 会想把之前所受的这些 比如说我觉得啦 我出去的话 还是出去竞争 要把原来这段时间失去的人 要再追回来 就是你也可能脑子里面想的啦 就是比较现实一些的问题啦 那传统文化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学的是内敛 让你学会内敛 很多事情你只要看得开放得下 等于就是有舍才有的这方面的道理 懂得很多 在学中国传统文化之前 确实有这种想法 什么想法 报复 对 会有这种想法 包括 其实刚进来 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 刚进来这边 老实讲实际上 甚至有一种念头想 啊 干脆 因为我从来人生 没有走过这种低潮 会想说有一种 轻生的观念 那种观念 真的有 轻生的观念 真的会想 我 甚至我讲真的齁 躺在这边 常常在想说 诶 还在想说 啊 干脆 怎么结束自己 真的有想过这个 而且前一个晚上 还在想这个问题 诶 隔天是刚好接触到 这个传统文化 看了以后 有时候慢慢去体验一些东西 慢慢去体验一些东西 到现在 真的 整个 整个人生观是不一样 你们在台湾 也没有受过这种教育吧 没有 都是细化的 对 所以说我才觉得说 诶 那天有 之前有个领导提过 说这种教育的话 如果说真的 诶 一般最需要的 应该是监狱最多 中国文化传统教育 给我感觉 它是从最基本 从心去改造 对 这才是重点 你觉得监狱最需要的人 对 因为 因为 因为处罚是一个手段 它不是目的 它最终的目的应该是 要改造 但是如果你 以前还没进来 这边 包括以前在外面 感觉监狱就是那种 鐵的际域那一种感觉 反正你 你不听 他们就打 出发 打就出发 那一般人可能进来 这边好 让你打 让你出发 出去以后 反正人了几年 出去以后 又是一条好汉吧 根本没有改造 出去依然还是一样 反而会变本加厉 我的感觉 以前外面碰过的一些 做过老出去 是这样子 那如果用中国文化传统教育 或许重新改造的话 它是整个人的思想 因为你心态改的话 行为就改嘛 行为改 所有的做事态度都改 你觉得这些光盘上 讲的东西都很好懂吧 比较简单 但它比较浅 如果你自己看的话 有时候看不懂 就是要配合光盘去看 去听讲解 比如说老师他们的讲解 你们光盘里面有一些讲解 比如说每一个 每一个道理 每一个道理 他自己看的话 会觉得是深入 浅入深出 深入浅出 对 是反过来 对 是这样子的感觉 我听说你跟警察要光盘 希望出去之后 能把它带到台湾 对对对 我觉得这很好啊 不仅你说周遭的朋友 包括你说自己的小孩子 去看这些 我觉得因为以前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 你一接触 你会发觉 这个真的很好 而且 这不是金钱都买得到 不过我觉得 难得 你觉得自己换了一个人 对 自己确实换了一个人 想法 整个都完全不一样 假如说将来要判刑 甚至有的地方 受了很大的委屈 也不想再报复了 也不想怨恨了 不会 真的不会 因为我觉得 就像你讲的 有一个反作用力 今天 对 你比如说 今天告我的人 他觉得他这样良心过去 我相信 就像你讲的 他也有反作用力 这样的道理 你觉得社会上人都学这个 会有什么好处啊 天下太平 天下围攻 就是孔子讲的大道是心也 天下围攻嘛 其实真的传统教育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话 确实 就是我们讲的 天下围攻 你能不能相信这个话 这个人是教的好的 确实可以 因为人本来就有灵性嘛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 曾经有人呢 向师父老人家 请教一个问题 海峡两岸 啊 能不能 同意 台湾能不能回归 师父就说 能 我们能不能看到呢 师父说 也很有可能 用什么方法 我们都竖起耳朵来听啊 真的吗 真的 什么方法 师父说 台海两岸 都学传统文化了 就同意了 那就一句话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这也是天下这么多人 都追随师父老人家 那么多各国政要 都去向老人家请教的原因 真有智慧 一句话 又简单又好懂 真相只有一个 哎 老人家 开口就告诉你 你越想越对 为什么呢 你看 看守所刚才这个犯人 台湾来的 他现在跟警察呀 有很多共同语言 为什么呢 都学传统话 统一了 我们这才知道啊 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于什么呢 他讲的是人性 人性本有的 西方那些哲学 那些思想 他都是学术 都是学说 哎 这个说那个 那个说这个 是个说个的 啊 圣贤教育不一样 他说的是一个 说的就是你的人性 万古不变 换句话说 只要是在人间 这个东西你就离不开 为什么呢 人性里本有的 你敢不要吗 他遵循着人性 来教化 哎 来统治 一家也好 一国也好 而且 千万年来做了实验呢 我们总说 这是最伟大的实验 这就像一个实验室 时间和空间 空间就地球啊 时间就是千年万事啊 这个没有任何人敢否认 啊 这是两个最伟大的条件 一个时间一个空间 而在人类历史上 唯有 中华如是道 传统文化 经受住了检验呢 有原理 有方法 有成果 给你看 哎 哪个地方的人学了 都喜欢 那为什么呢 跟人性相同 这本有的 这太伟大 太了不起了 被我们的古圣献献 发现 写在经典 穿成于后世 所以这个台湾的犯人 讲的这些话 给我们极大的信心 两岸统一 靠什么 佛家有一句话 太好了 六合径 六种合径 能够怎么样 当然 那宇宙都和谐 那宇宙都和谐 头一个 见和同解 这是佛陀教个世人的 最重要排头一个 大家的见解 要一致 共同遵守 哎 你也不要听我的 我也不听你的 咱们听啊 圣人 啊 圣人听谁 圣人听天道的 自然万物的 所以圣 那个字 齐笔就是耳朵的耳 什么意思啊 人有六根 眼 耳 鼻子 嘴巴 身体能触摸 心里能向六根 接触世界 是吧 圣贤呢 哎 用这个耳做个代表 他是观察 宇宙万物 得到的真相 那自然规律 换句话说耳的意思就是 他观察出来 他听到的 那不是他想出来的 哎 是从外边来到的 外边来的是什么呢 哎 是自然规律告诉给他 那然后这边是个口 口是什么意思呢 他要把自己所观察到的 宇宙人生 天道人道这个规律啊 把他宣说出来 讲出来 你看看 这是他的职责呀 他接受了 他还弘扬了 哎 我们明白这个就知道 对圣人有信心 那不是他想出来的 而且 千年万世 所有的圣贤说的都是一样的 他没有上来过 大同小异 而且你自己去判断 真的是这样 人的天性都在这里面 哎 所以 见何同解 上至帝王 下至 普罗大众啊 他所有的职见 价值观都是一个 就是真理 你说真理 啊 这还了得 大家能吵架吗 你不要说打 打架 竞争 斗争战争 没有 吵架都不会 为什么 价值观是一个 真相没有两个 只有一个呀 现在人糊涂了 西方哲学 啊 学派学说都很多 各说各的 谁跟谁都不一样 你才说上帝都死了 上帝你也别信 信谁才不告诉你 你说这样的 你能听吗 那康德说另外一个 哎 望更古 亚里士多德说的 又不一样 真是一百个人 说一千种 为什么一个人 他就有十种想法 这是西方哲学的特点 有机会大家 可以研究西方哲学史 这他们的特点 都是发明创造 中华古生献献如是道 都是观察出来 换句话说 你看这桌上 这个桌子上一本书 一万个人看 他就这本书 真理就一个 哎 那一万个人 十万种想法 那都他想出来 都没看见 真看见了 就这一本书 真理就是一个 就这个意思啊 哎 所以大家都有信心了 太海两海 本来就是同胞啊 雪浓于水 我们都是共同的先祖啊 哎 怎么能统一呢 价值观统一 所谓建和统结啊 靠什么呢 群俗制要统一中国 这是师父老人家所讲啊 这么多年来 两岸费了那么大劲 效果不长 就是因为没听师父这个话 你真这么做了 你可以做这个实验 也不需要钱 自自然然 大家具有共同语言 哎 台湾过来的 大陆去的 大家说得到一起 为什么呢 收一种价值观的 他自然就说到一起了 说到什么呢 哎 十二个字 笑替忠心 离异廉耻 仁爱和平 大家不要说话 一见到他做的就知道 那准是我们中国人 还做的都一样嘛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圣贤教育伟大在哪里 他抓住了一切的根本 人之处性本善 人性他抓到的 人性不是俩 真相是一个 抓住之后 四海之内 结兄弟 你看这个气派 啊 可了不得 同族异族的 凡是人皆虚爱 第四规律教的 为什么呢 根是一个 人性是一个 只要顺手天道 顺手人心 大家都和天下太平 这就是原理原则 天下太平的依据 你我们不能随便说呀 那真的是 有道理啊 经历千年万事啊 整个这个世界人民的实验 你看这个台湾这个犯人 他说的多好 他说如果天下人都学传统文化 社会大同 天下太平 你看他讲的话 我们能看出来 心里话呀 他是本来想自杀的人呢 哎 传统文化救他一命 他本来出去还要报复人家 哎 是是杀人也好 是放火也好 他这些事情 一定要报这个仇 看完之后不做了 心平气和 知道自己错了 你看他说那个话 如果天下人都学传统文化 大同社会出现了 天下为公 就是孔子讲的 大道是行业 天下为公 即使真的传统教育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话 确实 就是我们讲的 天下为公 他都知道这个 李运大同片里的话 哎 大道之行业 天下为公 你看 说明 哎 我们本来就是同根同缘 哎 一种观念教育下 这出来大家就亲切啊 天然亲切啊 哎 现在怎么看都不亲 为什么价值观乱套了 长一个模样 说同样的语言 亲不起来 听钱的 嘿 越听钱的 哎 越相信钱 越不亲 亲生骨肉都能给你分开 这个钱 所以我们就知道啊 两岸同胞 能够统一 有血缘的这个 天然 所以这种东西 它是自然 它不用勉强 那么再加上后天的教导 统一是自然的 它本来就是一起的嘛 你看波罗县这个看守所 就像一个大的实验室啊 哎 犯人教好了 警察更好教啊 哎 你看他们平时有一些坏习惯的 恶习啊 打麻将 喜欢吃喝玩乐 价值观错的 看了节目之后 都改好了 都把这个心呢 用在改造犯人上面 他们喜悦啊 欢喜啊 哎 这是什么呢 他人性里本有的 不要强加给他 你看现在 全世界 培训领导干部 培训官员 教育官员 这些东西太多了 开这个会 那个会 很多都是强加上去的 人性里没有的 越教他越乱 那用这个 这个好 恢复他本有的 就像擦那个灯泡一样 他里边是亮的 那一擦他就亮 人性的光明就照出来亮了 这就是教育的方法 不要给他强加上去 你说这光盘 光盘上 光盘就是在擦他那油灯泡 这一擦 这都亮了 你看那些干警 很激动啊 我们听说这个 从台湾来的这个犯人 出狱之后 他想要这光盘 要带到台湾去 人人都喜欢 因为家家都喜欢 他要给他家人看 所以你说群书之药 圣贤教育 在华人地区大量流通 功德无量 人人都欢喜啊 这是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 我们以他为价值观 为意识形态的根本 你看最近光明日报 有一篇文章就讲到 那是评论员文章 很重要 讲我们中华民族中国 意识形态的根本 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齐智鲜饼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来弘扬 传承 不丢人哪 这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 我们还要传承后代呢 大家一起来学啊 多好啊 两岸同胞 共同来学习群书之药 一时之盛啊 千古佳化 换句话说 不忘下传达才丢人哪 没接触传统教育之前 我的人生观嘛 价值观和实现理念嘛 都有偏差 因为我们 因为我一直学的是维护主义嘛 就是准备的人 可能是复制的 可能吃和玩乐啊 享受啊 这个可能比较正 在我心里比较正主堂 你说人生的 如果不烦恼 而且白活一趟嘛 这个 特别是我喜欢打麻将 以前也是经常打麻将的 也有人教我 是毒鬼 这些 就是不好的观念嘛 以前嘛 在我玩是比较多的 学了这个常理教育以后呢 确实是 最大的感受 第一个是心进入水 心进入水 心就是特别特别平静 就是平静到就是 我想这个最主要是 把名利看淡了 把财务看淡了 我觉得吧 这个教育对我是触动 触动心灵嘛 触动灵魂 我也说过 这是心灵洗礼的教育 就是作为一个警察 你现在的心呢 非常的安静 心静如水 这对教育犯人 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啊 以前因为比较罚造 比较急躁啊 做什么工作 就有点硬物似的吧 现在可能 把效果忘在第一位 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在工作起来 那个心情都不一样 还有哪些感受啊 第一个就是要有孝心 有孝心 要有孝心 要孝顺 第二个就是要有善心 一定要善良 第三个就是爱心 第四个要感恩的心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犯人的变化 你有什么体会 这个变化确实是很大 有一个比较典型的 就是一个沙拉曼 成年才18岁 刚成年 刚刚18岁 他并然是一死两命 因为他跟那个女孩子 谈恋爱 网友 网上谈的朋友 然后就两个人 在一块同机了 同机了就 有小孩了 有小孩可能就是 因为可能要打胎啊 叫他去拿钱去流产 可能帝王那个男孩子 帝王那个男孩子 就不适应 闹毛巾 只要用锤子把他砸死了 把谁砸死了 把那个女孩子 女朋友 就是他因为 都女个小孩嘛 我们就要一死两命 并且还抛尸了 还把他就这么小 就把这个人的生命 弄恶性 就得就是把人的生命 断什么 就是断了我们家的 就跟人的动物都不如了 谁去践踏他 去伤害他 并且还是抛尸的 抛到那个桥下面 所以后面这个人 也是住手的 他的玩意就特别强烈 他就哭 就看了传统文化光盘 他感受特别深 他就是现在就是在唱 他确实 他说他的 这个伤害太大了 因为对方也有家庭 对社会的影响 对地方家里的伤害 对他家里的伤害 他父母也是 整天一地洗面的 这个他是很想 起来很多感想的 体育特别深刻的 我们能做个体育交流的 先生说话的 你们能真实地感觉到 这个18岁的少年犯 他忏悔了 能感觉到什么 真正的是在忏悔 确实是真实的 这是自能立心的 是挖子立心的 如果不真实 我们就 我们也不敢闹说 掐他脖子 然后拿 看到那锤子 然后拿锤子敲了 用锤子砸到脑袋了 对 学了传统文化 你有什么感受啊 在没学之前 我在外面是一个 就经常喜欢吃和玩乐嘛 然后都是晚上出去 然后白天就在家睡觉的 也很少出去工作 就整天去打游戏上网之类的 然后偶尔还跟朋友去 就是朋友说遇到困难了 都会打电话给我 出去打架之类的 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嘛 我就知道了摆上笑为先 就讲到父母 我的命是父母给的 所以我一定要孝顺他们 整天 我看了传统文化里面 讲的那些内容之后 偶尔还躺在床上 就拿不好意思 躺着他们面前哭 然后我就拿被子 被子裹住头 自己躲在那里偷偷地哭 就想到家里人嘛 现在做了这样的事情 进来之后 还怎么谈孝顺呢 是不是 梦到过两次 我都是被吓醒了嘛 梦里边 你这个女朋友什么样子 有一次梦到 梦到她带着一个孩子 又站在我隔壁 就很吓人嘛 还有一次也梦到了 还有一次又梦到我 在自己房间 然后她打开门来了 就梦到了两次 如果原来学传统文化的话 学习了传统文化的话 我就什么事情都会跟我父母沟通嘛 就孝顺嘛 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些悲剧都不会发生 也不会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采访 多让人痛心 年纪轻轻 两条人命 全世界 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 就青少年犯罪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 把西方当成榜样 尤其是美国 所以我们常常讲 那国家你敢学吗 美国是全世界青少年犯罪最高的地方 你怎么选这么个榜样啊 胆子真大呀 哎 你看 美国大片 啊 网络 电视 说英文啊 穿衣服 潮流 现在都潮那 你就知道 哎 波罗县这么个小地方 还有这么多的 恶劣的啊 令人发指的 少年杀人犯 从哪来的 方向目标榜样出问题了 所以群书制药当中 论语 父子就讲过 有人来问 啊 这个地方人很多呀 那怎么办呢 两个字 复制 就是让他生活呀 饮食 不要贫困 正常生活 那复制之后怎么办呢 还是两个字 交之 交给他 教他什么呢 人道啊 啊 人性的教育啊 所谓 《易经》上所讲的 父父子子 汹汹地地 夫夫 夫夫 家道正 天下定义啊 这从这儿来呀 先让他 哎 能生活 啊 平安 安全 这都能保证 然后呢 就学着 现在是什么呢 我们是复制 复制 再复制 第二个叫之 没有 也不知道该叫什么 为什么呢 这些东西都被打倒了 哎 1919年 五四运动 打倒孔家殿 把传统文化 那都快摧毁了 举国都骂呀 又过了几十年 文革 再一次 连根拔起 文革后来 被否定之后 大家 一切向前看 跟着还是没关系 所以 整整将近一百年 师父常常讲 传统文化 人类的瑰宝 现在到了什么呢 存亡济绝的边缘 你看看刚才那个杀人犯 少年犯 他所有的病因 在 啊 65部经典 这群书主要里的 任何一部里面 都能给你找出来 药房 可以这样这样的 这个犯人呢 啊这种恶劣的案件 不发生 换句话说 太平能得到 啊混乱 可以不发生 这个现在摆在我面前 师父老人家 千辛万苦啊 巴巴高临 把全书之药 摆在世人面前 我们学不学 用不用 实不实乎 可以说全看我们这一代人的福报 后世福报 全看这个了 我们绝对不能小看 小看的原因是我们不懂 真懂了 哎呀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千家万户 千年万世 太平安危 都细于一处 就看我们何去何从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拿到群树之药 还是这个 这个 这个简单的这几句话的 啊 爱不失手 尝尝看 我们就知道 真有是活的 中央党校把它列为必修教材 哎 哎 你就知道 未来的方向 一定是什么呢 人道的教育 人性的教育 复制之后 要补一堂课 教职 这堂课不补 那这句话 就不应该传两千多年 那他说错了 怎么还会传他呢 我们把这个疏忽了 就是教育疏忽了 师父讲 只要教育疏忽了 一定会出乱子 出大乱子 补上他 哎 停歇了 恢复症长 这个病吧 确实是很大 病好痠 高血压啊 糖尿病啊 心臟病啊 一些残肺的 特别多 还没有判刑 就抓到恶果吧 英果了 就是挖爆啊 已经就体现他的生理在了 我学地质规计 能治好我的病嘛 我学这个英果 英果 我的高血压就血压降下去嘛 他就觉得哎呀 就是一直不大相信 通过教育以后 有几个典型 精神忧郁症 也叫自闭症 因为他说他如果不吃药 他就会冲动 会撞墙啊 会情绪困制不了 可能就会做一些偏激的行为 甚至会产生就是 就是情节可能后果严重的一些行为 我说就用我们的整个六四川的爱心 正能量我们的善心呢 就是你在作用力 晚作用力 发出那个正能量去关心 去鼓励去开导他 现在有笑点了 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了 哦 现在是笑了 哎呦哎呦 没吃药 比吃药是精神状态很好 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把它治好的 这个可能就是心理疏导 心理疏导 最主要就是所有的人要关心他 哦 给他限制爱 给他爱心 给他爱心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让他感到温暖 让他没有烦恼 让他没有那种情绪 能够爆发的那种因素存在 就是感罢他 我们就是用 就是用爱心去感罢他 这个这个是可能 应该是最唯一的招 巨大的心理作用啊 这个因为本身大有新病患 新药治嘛 精神疗瓦 对 对 这都是亲身经历的哈 这个这个这个 这场里面 现在真的很好 很稳定 六四肠的变化呢 还很多 本来是病患上以前呢 都是痛啊病痛啊 这个痛那个痛啊 都是嗷嗷叫的 都是要报病的 但现在人都是精神消耗啊 根本有很多人呢 就是病的可能 看不出来了 有病啊 就是精神状态 心里愉快了 他生理器官就正在硬着 像一个新生 我们刚刚看了一个抑郁症患者 康复的经历 他没有吃药 比吃药的效果还好 在哪里呢 哎 就在监狱里 这个实验 你能不相信吗 哎 在 八年前 我们制作过一个纪录片 那是我亲自采访的 四十多位患者 啊 就是面对面 在山西大洞 节目的名字叫山西小院 那里很多的病人呢 绝症 医生放弃治疗 没治了 通过念佛 哎 这个病都好了 诵经 这个病都好了 在纪录片 现在很多人还在看 你怎么解释 这是佛家的 道家的 儒家的 也讲 你怎么理解 理解不了 为什么呢 现在普遍的一个说法 这个已经有将近上百年了吧 哎 说是维心和维物 现在量子物理学家 科学家 普遍的承认 二分法 就是维心维物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 你看 水实验 不但日本江本博士 台湾的刘毅生 把那个视频 我们也都看到了 太震撼人了 你看那水结晶的变化 哎 让你亲眼看到 他的结晶那么美好 怎么来的 你给他的一年好 所以 那个 结晶里 有没有精神 有啊 哎 你有信息给他吗 我爱你 感恩 这世界真美好 哎 笑剔中心 善的信息给他来 这结晶就好 所以 他那个里面有精神 那水是物质啊 精神和物质 师父常讲 不能分开啊 精神里面有物质啊 物质里面有精神啊 所以 一切法 有心享生 心的力量 太大了 你说这不是佛家的话吗 儒家有没有讲 儒家天天在讲 从三字经就在讲 那何出此言呢 你看 人之初 性本善 性指的是什么呢 人的自信 人的自信 表现出来 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是精神上 他心里想什么 然后他会做 换句话说 人 所思 所想 所说 所做 都来自于自信啊 这个要是善了 那一切外面 都是善的 这讲的是精神 讲的是心呢 哎 孝替忠心 礼义廉耻 仁爱和平 这十二个字 哪个不是讲心呢 孝心 替心 忠心 心 信心 哎 通通讲的都是心 离不开心的 换句话说 如是道 离开了心 就没有了 你说心有多重要 所以 如是道被称为 内血 向自己的心里求啊 心好了 哎 身体先好了 就像这个 抑郁症患者一样 这些情况 哎 不光是在监狱 在很多地方太普遍了 说明什么呢 它是普遍的真理 所以我们就知道啊 群书之药是一部内血 心性之学 它都是告诉你 向自己的自性当中 向内去求 而不是向外求啊 自性里面 有无量无边的智慧 宝藏 你要把它开决出来 像这些病人啊 能康复 这都是小小的一点好处啊 哎 这不算什么 所以 小七家 啊 治国 大呢 超越 生死轮回 这在佛经上讲的太多了 所以 人们都求啊 善终 想不想得到太像了 不要在医院里边插那么多管子 太痛苦了 哎 你看那些学佛 念阿弥陀佛的人 他们怎么样啊 善终的录像 我们给大家看 医学专家 全世界科学家都解释不了 你看那遗体多么柔软 这都是讲不通的嘛 科学理论根本讲不通 我没法解释的 哎 学如是道的 学佛念佛的 他都会 他都做到 你怎么解释 善终 我们常常讲 哎 好死啊 他得到了 他去好地方 你看 一百一十二岁 海贤老和尚 这是河南南洋来佛禅寺的一位出家中 念佛九十二年 你看临终的时候这录像 我们希望全世界哎 对群术制药 对儒是道传统文化感兴趣的都来看 哎 这老人家是一百多岁能上书 你看看 哎去世之后 你看浑身柔软 他的 这个 师兄 海庆老和尚 八十多岁往生 那个遗体啊 在大纲里 六年九个月打开之后 面目如生啊 一切法 重新享生啊 他那个心太好了 所以生死的问题都能解决 这是今天科学家 太想解决 而解决不了的 都在 传统文化 如是道的 经典里 师父 常常常给我们讲啊 要学 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好的 人都想五福临门啊 最后一福 就是什么呢 善终 你想不想让父母自己得到 儿孙得到 想那你要学这一招啊 光羡慕不行啊 所以我们这是稍待两句 你就知道 如是道的学问 了不得啊 哎 说像这些什么监狱犯人改造 小事啊 生死的问题都能解决 这在现在医学里是大难题 你是在我们这老祖宗都可以解决的一清二楚 县态人用了真管用 录像你看了 不得不佩服啊 五体投地啊 我们不学这个学什么 搞靠科技 是 好像是方便 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祸患 不能迷信科技 不能迷信法律 要相信什么呢 我们要相信人性 人人都有的人性 把它开发出来 守最好的人性的教育 这是我们的福报 师父常讲 谁学谁有福 中华传统话 如是道 没有版权 欢迎流通 欢迎大量翻音 信量大 谁学谁收好处啊 还有一个我们是抢劫的 抢劫的呢 就这个可能就最算比较大了 两百多万抢劫 策划 从策划师来的 这个人呢 刚才我就学习期间 一回来的时候 就是面瘫了 现在我们在学习这个教育 好了好 现在面瘫 我不相信头几天一干 面瘫好了 跟正常人一样 我刚才我要问他 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屠了医生的功劳 他最大的还是 他的心里放开了 所以面瘫都好了 这就是真实的效果 这个是 切切实实这个作用的 因为这是五千年 有圣贤能智慧的结晶 大家想一下这种智慧 我想我想我们现代人 如果能理解到 能学到 学的平毛一击两击 把他这终生受益无穷 我六十三管那个死刑嘛 他这个就是 他已经造的恶果了 他开枪杀死了别人 结果他自己自杀 现在已经残备了 毕竟还判了死刑 我就是问他一击 我先问他 我跟他谈话 就是你醒悟没有 已经判死刑了 判死刑了 他说我醒悟了 管家我早就醒悟了 我死也不能抵我的过 我是那就好 我是年十八的立心的 这就是认罪了 这是真实 认罪了 他就是切实的立心甚至 就知道自己这种过错 这种万下的这种罪行 认知乎法吧 这个人就是在死之前 他明白了 我说你有这个参与心 我说下病准病 还没做病准好人的 我就这样跟他说 你看这些病人 抑郁症的 面瘫的 这些病都治好了 把这些犯人都改造好了 而且病也给他治好了 这种例子很多 人是教的好的 这个特别节目 第二集 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段录像 你看林副所长 特别给我们看 让我们拍下来 你看他站着站不起来 你看 以前治理都不会治理的 你现在做得更厉害的 现在心里好一点 好很多 这个人原来就是贪着不能走路的 你看现在 虽然还有点驼背 但是你看他 行动自如了 是什么原因把这些人都治好了 就是他们心改变了 用现代医学解释不同 用中医能讲得通 中医讲什么呢 血脉痛了 血脉痛了 是心性痛了 那恢复人性了嘛 正常了嘛 所谓怨恨脑怒烦 没了 少了他就这样 他自然就恢复 你看用传统文化 用老祖宗这种方法 不但这些罪人的灵魂得到洗涤 身体上毛病都好了 这成医院了 你看这警察成医生了 而且他们都是外边的医生医院 根本就治不了的 你看到这好了 节目就要结束了 我们在这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到广东省博洛县参观考察 尤其是看守所 太受教育了 参观之后 我们有千百万倍的信心 老祖宗的教育真正伟大 超越时空啊 到今天 里边多小的事情 多大的事情 通通都能给你弄好 全在群属之遥 所以我们无限的感恩 师父老人家 老人家真的是 就像苦海中智慧的明灯 人类的瑰宝 我 佛法所谓 人天耳目 要不然的话 我们这是 那不知道摸索到什么时候去 怎么哪知道有这么一部书 所以我们说的是实话 如果不是他老人家讲 那别人给我们推荐这个书 群属之遥 我们是不敢相信 那师父说 那没话说 太伟大了 所以说 从明始受戒 专信不犯 这是佛陀教给我们的 我们这一生一世 遇到一个明白的老师 好老师 这是我们的福报啊 教材摆在这里 古圣先贤都在面前 给我们的遗产 无上宝贵的救世的良药 我们用不用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多看这些节目 多去参观 更重要的是把你们当地 你所在 也变成最好的榜样 这样的话 天下大同一定能够实现 谢谢大家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立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滋滋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亲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寓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历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崇德新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到夜早晨 阿弥陀佛 宝贝